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 南无阿弥陀佛 笑着进入七宝池 佛告诉我们说 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 还说有想供养佛的应该要供养病人 病人状况各个不同 要如何帮得上忙 就是要常常交换角色去想 将心比心将身比身 就比较能够了解 要怎样帮助病人 比如说 一个重病临终的患者 怀念他在国外不能回来的孩子 在掉眼泪 这时候如果理智地告诉他 你怎么这么贪恋 你怪孩子会堕落啊 病人听了可能会生气起来 认为 不是你的儿子 不是你要死 你才说这种不尽人情的话 你才说这种不尽人情的话 所以这句话在理论上 虽然是正确的 但是讲出来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不但不能劝他 反而会让病人生气 堕落更深 如果能够先体谅病人的心情 再帮助他 再帮助他回心 转向阿弥陀佛 效果就会比较好 比如说 告诉他 你真是一个慈祥的爸爸 才会这么思念您的孩子 您以这种慈父的心 一定最能体谅阿弥陀佛 大慈父 思念我们 希望我们安乐的心 所以您念佛 一定特别能按佛相应 我们一起来念佛 回向给您的孩子 阿弥陀佛 大慈悲 不但会照顾我们 也会照顾您的孩子 您放心 病人一旦能够了解佛心 一念能够转向念佛 他的贪恋 挂爱自然会放下 根本不必特别去指责 强迫他 如果家属太过粗心 没有仔细体会病人的需要 给他安乐 对待病人 脸色也不好 选病人放下念佛 口气也不好 这样病人从所谓学佛的家属中 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到 慈悲是什么 这样的话 病人很不容易产生感恩的心 来欢喜念佛 更难以体会阿弥陀佛的精神 如果没有体会到佛心的话 念佛只是嘴巴念 心根本就不相应 甚至会念得很不情愿 所以我们帮助病人念佛 不能只有用理智 冷冰冰的去强迫 这样会使病人产生不服气的心理 反而拒绝念佛 病人会觉得 今天痛苦的人不是你 你才会在旁边说大话 说风凉话 今天如果轮到你 看你多会放下念佛 有的病人甚至会想 你们学佛的人这么冷酷 没有慈悲心体谅人 我才不要跟你们学佛呢 一旦病人产生了这种不服的心理 他就会对劝导念佛的人生起反感 连带的就不要念佛 这样就会污染他的生死大事 这样我们就太对不起阿弥陀佛了 这是眷属们要特别注意的 劝导念佛要注意方法 言语态度 不要太着急才不会悟大事 当然会生起不服的病人 他的观念并不正确 我们要知道 念佛是我们和阿弥陀佛的事 和别人没有什么关系 要不要放下得轻松自在 要不要念佛得佛力加倍 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就像解大小便 要自己决定的 别人不能代替一样 生死大事 别人也不能代替 我们要念佛让自己欢喜 或是要不服气 生烦恼都是自己的选择 就算别人生病都没有能力 克服痛苦来安心念佛 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能力 克服痛苦安心念佛 才能够感动阿弥陀佛来引导我们 总不能因为劝我们的人 他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不做到 要知道做不到就不能去极乐世界 这就使自己吃亏了 别人是不能够赔偿我们的 不服气也没有用阿 不管别人做得到 我们自己努力做到才是要紧的 我们大家要注意 讲话言语的作用 往往比药物更快更强 而且作用影响更长久 我们用药要小心 说话更加要小心 在一个人病很重痛苦的时候 说一句伤他的话 往往会使他怨气很深 甚至可以杀害他的生命 这是非常残忍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能讲一句安慰 鼓励他的好话 帮助他提起信心 安心念佛 也可以帮助他成佛 广度众生 所以 好话和坏话的效果差别 不只是天壤之别 是成佛和堕地狱的差别 另外 不但家属对病人说话 要将心比心 要将心比心 说好话 病人也要将心比心 体谅家属 照顾我们的辛苦和担忧 我们并不是生的病 就很伟大 需要人家 侍候我们 我们 要用心 交换角色去想 如果今天 是对方生病了 我能够多有耐心 多有智慧慈悲 去安慰他 照顾他 病人也要时常 对家属表示感恩 有知足 常乐的心 我们大家 不是生来结院丑的 我们 是要互相帮助 欢喜过生活 一起快乐往生的 我们可以仔细体会 佛有万德万能 但是一般人 是习惯称呼 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可以说 没有人会念 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或是 大雄大利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 需要佛的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因为 因为苦难实在太难忍 太难挨了 好希望有人能够把苦与乐 这就是众生的愿望 众生的悲扬 佛菩萨 佛菩萨 如果只有大智慧 而没有慈悲 这样的话 佛与众生 就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是我们学佛的人 应该了解学习的 从来没有一尊佛菩萨 会默示众生的苦难与飞扬 我们如果想成就佛菩萨的智慧花果 必须要以大飞水饶意众生 因为众生与佛菩萨是一体不可分割的 用一棵树来比喻 众生就是树根 佛菩萨是花果 如果没有以大飞的水来灌溉树根 是不可能成就智慧花果的 无论是平常帮助病患 乃至临终住念都是如此 冷言经说 观世音菩萨 上和十方诸佛稳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一慈离 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飞扬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观音菩萨 向上和佛一样 有同一慈悲的力量 向下 有了解每一位众生 苦难中的心情和渴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慈悲也就是最深的智慧 因为要有最深的智慧 才懂得如何减轻 众生的痛苦 给众生欢喜快乐 才能够随时随缘帮助众生 发挥慈悲 帮助众生 以念佛来提起自心的佛力 开发自心无限的宝藏 今儿发挥佛力 享受佛力 当最初见面的时候 陈太太就很热切地问我说 她应该怎么样帮助陈居士 当时 当时我就向她提出了以上的观点 她又问具体该怎么做 她很担心自己做不好 没有办法给陈居士最大的助力 所谓的助力 也就是 如果病人受命未尽 就帮助她 使她病能很快地好起来 如果到病人受命尽的时候 能够帮助她提起正念 来念佛 跟随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我建议她说 您要有一种使命感 肯定 您是阿弥陀佛 特别派来帮助陈居士 成佛的最佳人选 您一定能做好的 您可以在心中 时常默奋 祈求阿弥陀佛 我引导您 让您知道 如何帮助她 当她 当她很痛苦 难以忍耐的时候 您最好 能够在她身旁 陪她念佛 为她祈祷 您要诚恰 您要诚恳地跪下来 和掌恭敬 把您心中 制成的祈祷词 能够安心 能够安心念佛 感受到佛的慈悲 她在痛苦中 她在痛苦中 只要常常听见 阿弥陀佛 帮助沉尽时 酒酒 就好像熏香 会染上香气一样 一有状况 她就自动会有 阿弥陀佛 帮助沉尽时的心念 生起这一念 就会从痛苦中拖出来 和佛巴上线 和佛又能够沟通 眷属的心念和隐语 是一座桥梁 使病患 能够由痛苦的世界 通往佛的怀抱 通往快乐的世界 让我非常敬佩的是 陈太太真的一路这样做 而且做成功了 陈太太有一句很好的话 可以鼓舞绝望的眷属 她说 因为我太爱她了 不忍心她受苦 所以我把心爱的她 交给阿弥陀佛 希望她永远不必再受苦 成佛 成佛度伍众生 也让众生不必再受苦 这是多好的一个心念 多值得赞叹的一句话 由个人的小爱 扩大到佛的大悲 由世俗的恩爱眷属 提升为佛道上的菩提眷属 她是世间的一位贤妻 陪着先生走过癌病坎坷的道路 到最后的住年 她已非帮助先生 成佛不可的菩萨大运 即使累了也不敢休息 终于让先生永远离苦得乐 怀着感恩 笑着挥手 先去极乐世界等她 喊所有家人 并度化一切众生 而这个喜剧收藏的故事 其中的情节也不是完全平坦 也是有起有落的 因为凡夫的心都是变化无常的 在忍力还没有成就之前 谁都难免有退心的时刻 当病患因为太痛苦 退时信心不能坚持练佛的时候 眷属们要先将心比心来体会 如果是我自己病得像她一样 我能表现多好 能不能始终充满信心 有笑容满面呢 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 那么病患偶然不能坚持信心 也是可以谅解的 这就是我们不失慈悲 不失欢喜 修福报 修智慧的机会 祝福报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 永乐护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护持帐号19658482 19658482 护免中华印经协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驻足回首人生的历程 学业 家庭 事业 当人生拥有了一切 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与来趣 向往与追寻心灵层次提升 新的起点从祝福与改变开始 人生的风景将赋予升华的色彩 净土愿水路法会的祝福 大圣经典法义的学习 不仅实践布施的菩提行 也充实内在自我的涵养 对于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 过往清卷 朋友伴侣 在净土愿水路法会的助导下 我们给予清卷无尽的祝福与怀念 成就彼此并迈向和善的生命状态 除给予祖先与过往亲朋祝福 更为六道受苦众生 祈求平安福善 以一丝纯净念想 带来清凉法语 成就无上务失功德与善报 净土愿静邀您 一同参与水路法会 同为父母师长情卷 生命中的朋友伴侣 乃至十方法界众生祈福 一位病毒肆虐的地球祈福祝导 愿大家一同参与盛会 一同成就圆满的人生 华言专中学院研究所 及推广部早生中 满有兴趣学习华言的振兴者 欢迎报名 报名申请入学资格 一大学部正修生高中以上 二研究所正修生 大专含同等学历 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 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建修 县女众五十岁以下 正姓佛教徒 报名方式 上网下载报名表 请务必著名姓名地址电话 并以Word及PDF档案格式 寄置email行箱 或电卡教务处 0223414760 0223414760 推广部 0223213319 0223213319 地址台北市中正区 激南路二段44号 明天在四六在日 是苏大天王 色彩人间善欧几日 康家大众 修其八观在解 阿弥陀佛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说故事时间 来哦 快来听公告 大家对我来哦 做回来哈佛罗 警察告诉我 阿弥陀佛 公告 百川河水 同流入海 世信出家 同意四中 各位观众朋友 欧米多分 云霍 一 感谢观看